白群长毫不犹豫的说 你说的有理 让我先干点什么好呢 我跟钱先生跟老三 已经多日不见了 我不能上小庙那去 我怀心三 那天他忽然跑回来看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要是钱先生又让人给逮了去 日本人准会把明月 留在庙里当诱饵 好得老三和别的人 我上那去不方便 你敢不敢去走一趟 白群长惨笑了一下 打这个大劲里 把菜刀掏出来了 我原本就想拼了 还有什么不敢的呢 用不着拿菜刀 瑞璇也笑了 你上庙里去最合适 你有眼力 一眼就能看出来 到底该不该进去 明月和尚不认识你 这又是个好条件 你们俩谁也不认识谁 见了面 不会在无意之间 露出点什么破绽 让人家发现 该不该往庙里进 你到那掂量着办 你要是真进了庙里边 千万别跟和尚说话 得假装求神 讨签 还得装得真相那么回事 先到佛前磕个头 祷告祷告 说你丢了差事 问问前头基凶 等你摇出签来 到佛刊上 拿签帖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拿 在下边的那张 那上都写着 咱们要知道的事情 有了那张帖 老三的下落就有了 还有 你拿到那张帖 千万别直接给我送来 我的白塔寺庙会上去接你 得找个人多的地方见面 比如说 编戏法的 卖柜的地方 得找这样的地方 白巡人高兴起来了 嗯 这事我能办 我知道你必办得到 还有 你得做点小买买什么的 哪怕是卖点花生也好 这么着 丁约翰就不会怀疑你 你得常去他那走走 跟他聊聊天 恭维恭维 他的基督精神 一句话 你得哄着他点 别让他再怀疑你 抛弃报告 好吧 琪先生 我又活了 哪怕过两天就得去死呢 我也得赶你的恩 白巡长藏起了刀 伸手要开街门 准备出去 瑞璇又低声地告诫他 你要让人呆住 哪怕粉身碎骨 也不能连累别人 白巡长点了点头 他把菜刀送回了家 一镜上了小庙 白巡长搭了着脑袋 走进了小庙 打眼角往四下里瞅 院门开着 院子里边 佛堂里都没个人影 白巡长走到了庙门的旁边 想买骨香拿着 像个求神讨谦的样子 忽然瞎见 金三爷在庙外不远的地方蹲着 他认得金三爷的红鼻子和大方脑袋 他咳了一声 金三爷一下蹦起来了 白巡长挺神奇地笑了笑说 哟 混得不错吧 金三爷 他态度亲切 丝毫不显地莽撞 只有当过多年警察的人 才能做得这么自然 金三不知所措了 哟 你是谁啊 哟 不记得我了 白巡长坐得像个老乡识 我姓白啊 家离小羊卷不远呢 小羊卷三个字 像把刀子捅进了金三的心窝 白巡长往西头走 金三不知不觉地 也跟着他走了过去 金三的鼻子还是那么红 可是不亮了 原来油光正亮的脑门发了暗 有深深的纹路 眼皮红红的 像好多天没睡觉似的 鞋上肩膀上 裤子上都蒙了厚厚的一层灰 仿佛他在街上已经站了好几天了 白巡长说 找个地方坐坐 金三点了点他那四方脑袋 刚一坐下 金三就开了话匣子 仿佛他心里憋着一肚子话 正等着机会蹦出来呢 哪怕来条狗 冲他摇摇尾巴呢 他也会把心里话跟他说说 他没头没脑地说起来了 我那亲家 让人给逮去了 白巡长说 钱先生 他想起了七年前抓钱先生那会儿的事 您怎么知道的 是他们告诉我的 他们日本人 哎 这一回我真是造了孽了 为了保住我的产业 好让我闺女和外孙有口吃喝 我跟日本人去攀交情 结果呢 我只在庙门口张望了一下 他们就摸进庙里边 偷偷地把我的亲家绑走了 而后 他们又哄我说 说北伐仇 亏待不了他 哼 七年前 日本人差点没把这个脊梁骨给打折了 我不是人的 我没脸回家去见外孙子呀 我把他爷爷送进了户口了 还有什么脸去见那孩子呢 金三说了又说 想把憋在心里的苦闷 一气地抖了出来 那样个法子打救钱先生啊 白寻长说着 指望金三能够琢磨出点主意了 救他 那是当然了 金三打一心底下掏出了一塌子票子 我带着钱来了 一个劲在这转悠 想把亲家说出来 要是这些钱不够啊 我可以卖房子 我舍得花钱啊 钱 房子 算什么 不管怎么为难 我也得见上庆着一面 告诉他 我是个混蛋 我简直就不是人 我知道 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 一定饶了我 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啊 通情达理 要是他们把他给打死了 没能当面跟他说清楚 我在九泉之下可怎么跟他见面呢 我在棺材里都不得消停啊 帮兄弟一把吧 可怜可怜我吧 我当然得帮忙 怎么个帮忙呢 金三乐意给钱 可是他得先知道 这笔钱究竟用在什么地方 得先找到钱先生的朋友 然后啊 在一块儿想办法救他 那上哪儿打听去呢 上那个小庙去 好 我去 金三说着 站起来 等会儿 白寻长也站起来 拦住了金三 我去 您站在远处瞅着点 万一我被他们逮了去 您就带个信给瑞宣 好好 金三的脸上 有了点血色 虽说就钱先生的事 八字还没一瓶呢 可是他总算有了指望了 他给了白寻长几张票子 你要不肯收 我就是狗养的 你这是为我的庆家办事 我不能让你自个儿掏钱买车 前少奶奶双手脱腮 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不过是几个钟头以前的事情 他却仿佛已经记不清楚了 他费尽心思的想了又想 结结巴巴的说 他说是出去买点零嘴 金三也不耐烦起来了 后来呢 哎呀快说呀 出去了半天没回来 你干嘛让他自个儿出去呀 前少奶奶不想分辨 我以为他在大门里边吃边玩呢 过了一会儿我有点不放心 跑出来瞧 他没在 我到大街上去找他 找了又找 喊了又喊 他低下了头 金三爷也在台阶上坐下来了 他忍住了气 静下心来思索 想了半天 把几天来的事跟闺女说了一遍 说不定 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边 能看出点眉目 找出丢孩子的原因来 前少奶奶听爸爸这么一说 蹭一下就站起来了 他准时让日本鬼子给偷去了 日本鬼子 他们把我公公带去了 又把我儿子偷走了 老爷子就是铁打的心肠 见孩子受委屈 也得心软呢 只好叫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他们会把我的孩子折磨死 您倒好 为了三所房子 绝了钱家的号 金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精疲力尽 又气又羞 模模糊糊地冲着院墙 发着愣 第二天 白群长来了 他告诉金三爷 钱先生果真下了牢 不过还没有受刑 这是从小庙里拿来的签帖上 得到的消息 还有些别的话 他不能都告诉金三 金三露出了笑脸 哟 他没受刑 日本鬼子马上就完蛋了 不敢乱来了 他妈的 都是些气软怕硬的东西啊 可我外孙子丢了呀 金三又没了笑意了 什么 白群长愣住了 丢了 丢了 也是日本人干的 金三无话可说 他只想抽自己的嘴巴 可是他的胳膊沉得举不起来 呆呆地坐了一阵 然后问 你能给我打听打听吗 白群长知道自己没处可打听去 而又不愿意把这个话说死了 让金三绝望 那什么 那我试试 心里而为吧 白群长走了 他知道 金家的这场祸事不小 自己无能为力 还是忙自个儿的事情为妙 瑞轩和他已经把签上的意思弄明白了 第一 钱先生下了牢 不过还没有受刑 日本人想拉拢他 第二 明月和尚目前不被活动 老有特务盯着他 第三 瑞轩的工作重点在城外 不能偿回北平来 第四 瑞轩应当接替钱先生 当好地下报刊的编辑 想法子把稿件送出城去 得找个腿脚利索的人 瑞轩乐意当编辑 而白群长呢 也乐意跑腿 他们俩知道 这个事弄不好就会掉脑袋 不过两个人都毫不迟疑地 把担子担起来了 两个人冲着签出了一会儿神 又相对笑了笑 仿佛在说 要是非死不可呀 咱们这去死最痛快 也最值 白群长每天把稿件送出城去 而后带回报纸来 他化妆成做小买买的 天天走不同的路线 他常上小羊卷来 却不是找瑞轩 他和瑞轩商量好了 都在小羊卷附近碰头 他每次上小羊卷了 都是来找丁约翰 他跟丁约翰续到他的买卖 他的难处 还有别的鸡毛蒜皮的事情 好让丁约翰不怀疑他 只要丁约翰不怀疑他 小羊卷就没别的人 会造他的谣了 前少奶奶天天上街找儿子 他的生命分成了两半 一半已经死去了 另一半还活着 他跟死人一样 不吃不喝 不管家务 只有当他跑遍了全城 呼唤儿子的时候 才有了生命 他四下奔走 只要看见跟他儿子身脸相仿的孩子 马上跑过去看个仔细 常常吓孩子一大跳 一看不是儿子 他一声不出 急轻地在孩子头上拍一拍 就走开了 一天找下来 累得浑身都散了架了 任凭两条腿把他拖回家 他不跟爸爸说话 好像他已经不是他爸爸了 到了夜里 他跪在院子里边祷告 孩子他天 保佑保佑你那儿子吧 他就会说这一句了 反反复复的 说了又说 金三时常把那大拳头 攥得紧紧的 攥得骨筋的 咯咯的响 他顾了些人 帮他找孩子 那些顾了的人 敲着铜锣 大声吆喝着 走遍大街小巷 他还叫人写了 很多的寻人启事 到城里的各处去张贴 日本人对他说 钱先生在狱里很受优待 叫他别担心 日本人还说 他和他闺女啊 最好一起写封信 劝钱先生 别再固执 只要钱先生肯跟日本人合作 不但钱先生能做大官 连他金三也能得着好处 金三打听外孙子的下落 日本人只是微微一笑 不搭茬 他明白孩子 搭茬是让日本人给弄了些了 钱先生若是不答应他们的条件 他们就要对孩子下毒手 金三只好答应给钱先生写信 要是信能够起作用 孩子目前也许不至于遭罪 他求人写了封信交给了日本人 信一送出去 金三就后了回 他知道 亲家的脾气有多硬多倔 要是钱先生见信之后 还不肯跟日本人合作 那金三不就是把孩子往死里送吗 他又去求日本人 让他见见钱先生 他想只要见了亲家的面 他就可以把一切说清楚 求得原谅 然而日本人一个劲摇头 德国无条件投降了 北平的报纸 不敢议论德国投降的原因 极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大将皇军要作战到底 哪怕盟军打到日本本土 也绝不屈服 这种圣战的烂调天天都在谈 谈了又谈 主在北平的日本人使出了全身的解数 要跟中国人交朋友 他们如今这么做 并不是秉承了上司的旨意 而是自个儿的主张 有的日本人死提赖脸的巴结着要跟中国人拜把兄弟 有的认个北平的老太太当干娘 在这么个时候 日本军方也不得不表示宽容 百邪还没有死利落的犯人放了出去 他们还打监牢里挑出了几个没打折了骨头的败类 让他们写鬼国书 然后打发他们去内地探听和平的消息 散布和平的谣言 说皇军是爱好和平的 如果中日两国立即递合 携起手来对英美作战 岂不是大搭的好吗 日本人以外最忙着的是罕奸了 他们最会见风使舵了 德国一投降 他们就乱了赢了 有的宣布跟老婆离婚 万一自个儿南逃法网 起码老婆孩子的产业能够保重 有的偷偷地把孩子送往内地 脚踩两只船 好减轻自己卖国的罪责 有的把亲友送到内地工作 用曲线救国的鬼话 掩盖他们赋逆投降的丑行 就说小杨卷吧 教育局的牛局长住在门口 有四棵大柳树的宅院里 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可这下子也沉不住气了 他不再埋头于书堆和实验仪器之间了 他想偷偷了溜出北平 他只走到了前门车站 就让日本抓回来了 下了牢了 长着这一阵宽容之风啊 说相似的黑毛方六 也打牢里放出来了 小杨卷的街坊邻居 对牛局长的被捕毫不理会 对方六的出狱呢 却大为轰动 大家一窝蜂地把方六围上 七嘴八舌地给他压惊 虽说他被捕的时候 大家没有勇气联名保他 可是他出来了 大家绝不能冷落他 方六已经不是早先 大家熟悉的方六了 下过牢 见识过死亡和刑罚 已经不会说说笑笑了 为了挣钱吃饭 他很快地又说上了相声 可是来来去去的 总是搭了着脑袋 他不能回电台 茶馆也不肯再顾他 他只能到天桥和东西两庙去撂地 整几个通子 不论是在天桥 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他总能运用最尖刻的语言 来宣泄胸中的愤恨 他不光会斗梗 还会见经生情 把时事材料现挂到相声段子里 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怀 他能用银语和冷嘲热讽 引起听众的共鸣 他每回说相声啊 理三层外三层 人挤得水泄不通 能激起人们的仇恨 给人以力量 的确非常受欢迎 他还常去找瑞萱 要他给解释报省的新名词 讲讲他看不懂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